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中国地带物博物产丰富 再加上现在全国省市四种8的决定网络 一度促进了各省市间的经济贸易繁荣 同时这也直接拉动了跨省运输业的发展 不少人买了大客车 专门为客户跑运输 收益破风 为了进一步了解体验这些卡车司机的运输经历 某媒体英南记者曾搭乘山东小赵的 善德卡智能卡车 从云南远复5000多公里运西瓜至新疆 算下来这趟可算13000多元 可旅途却历经波折 此次行程从云南瑞丽出发到新疆河田 一般有两条路线可走 一条线路况好走但是路程太绕 另一条线路况环境严峻 但可节省800公里路程 司机小赵由于前期上货 有了时间 他依然选择了南啃的骨头 走若枪无人区 这条路线更近的线路 显然这注定不会是一场一帆风水的旅程 海拔变化快 地势不断上升 这些环境因素都让司机一行步履为奸 更可怕的是 但年三十当晚 他们突遭暴雨袭击 好在差速所的稳定性 让他们脱离了险境 后来随着海拔下降 路面再次出现较厚的积雪 司机小赵不得不开启了发动机 制动来控制车速 最终也安全顺利到达了目的地 新疆河点 最后我们来说说 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的油耗问题 由于这条路线的严峻路况 想必既燃油经济性 必然不会太好 从行车电脑分析的数据来看 此次行程百公里 平均油耗为42.9升 这条路线也节省了800公里行程 在燃油总消耗量上也更低 还确保了运输的时效性 所以也算是一次成功运输旅行 人人都知道跑运输来千块 几天跑一趟可能就是 别人一个月的工资 但前期的买车成本 运输途中的心酸波折 却很少人知道